航空飞标比赛 中国和俄罗斯飞行员将在体能、飞行技能和武器使用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 面对前几届比赛的冠军 驾驶国产战机的中国飞行员将有怎样的出色表现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巅峰之战 中国军队敖战航空飞标纪实 第四季 第四季 连续多日 武博是坚实战机的飞行员 我们坚实臂飞机是目前列装的比较先进的国产战斗机 肯定会受到外军的重点关注 所以呢 我们根据今年的航空飞标任务也做足了充足的准备 参加航空飞标2017监技机组的比赛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分为两个小组 共有四个型号的战机 其中 坚实战机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单座单发超音速轻型战斗机 坚实战机不但拥有良好的机动性 并且具备很强的超视距攻击能力 近战格动能力 以及对地攻击能力 坚实战机机组比赛 每个型号的战机都是由掌机 辽机和备份三架飞机组成的 武博是坚实战机的掌机 蔡宗军担任辽机 备份飞行员是侯吾涛 在航空飞标2017第一阶段的体能比赛中 武博他们三名飞行员 领先俄罗斯飞行员 接下来他们将要迎来第二阶段比赛 目视侦察和编队客机飞行 飞特技有什么评判标准吗 有 它是一个是你掌机整个的动作的数据分 你比如说你做一个盘旋 你高度速度 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得相样的分数 然后辽机呢 根据编队的大小 比如说按机身边 五到七个机身那样是满分 你比如大于七个机身了 可能就是分数要少一些 或者近一些来的话 也分数要相样的减少 整个要求斩鸟机这个配合要求比较高一点 动作过程中飞机状态变化比较快 不管是水平动作还是垂直动作 整个因为我们这一套动作是 一共是八个动作 整个时间是四分三十秒 比如说动作的衔接要求要特别紧凑 尖机机组比赛和监视战机分在一组本 是俄罗斯的苏35战机 和监视一样 苏35战机也是单座机 大多数的单位都是双座机 两个人驾驶 比如飞穆斯侦察的时候 可以一个人驾驶 一个人来寻找目标 飞编队的时候 可以两个人相互来提醒 打实弹的时候 可以有专门的人负责瞄准和发射 我们在空中只能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飞机的性能 靠我们人机结合的这种熟练程度 在来中国参赛之前 俄罗斯飞行员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 和针对性训练 武博和辽机飞行员蔡峰军 也要用精湛的飞行技术 和更加默契的配合 赢得比赛 备战航空飞标 一次的飞行 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对 抗开 照射的距离 对 反正仪 两架飞机的推力差比较小 我已经交叉到掌机的右侧 始终保持右踢队 过来之后然后是接斜筋道 接筋道 接上升转弯 然后紧接着上升转弯的后半段 要接浮角四度五度的浮冲 然后通过我们的70点 所以说这个如果天气热一些 发动机推力就会小 同时增速的时间就会长 在数百米的空中 风向的变化难以捉摸 武博和彩虫军 要根据风的变化 不断调整自己 完成动作的速度 多开会儿加低脏速 准备做进刀 减风大速度要够啊 做得够了 还请进刀 两百 进行应对特级飞行 每做一个大幅度的动作 都会给飞行员的身体 带来压力 这被称为过载 动作越大 过载就越大 现在武博和蔡聪勋 要承受五倍的过载 相当于他们的体重 在瞬间增加了五倍 拉五个载盒的时候 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吗 觉得难受吗 现在已经习惯了 但是实际上 主要是脖子还是比较压的 因为我们头肥啥子 还是比较重的 相当于五个头 在这压的 其实比较累 抬头什么 会比较费劲 对 因为我是掌机 但要一边做动作 还要一边观察 疗机的对形 所以说这个头来回动 颈椎承受的力量 要比较大一些 和平时的训练不同 真正的比赛 将更加严酷和激励 很快 航空飞标2017 尖机机组的第二阶段比赛 就将正式开始了 战机升空 尖式战机和苏35战机 展开了侦察和特技编队 飞行的竞赛 空中比赛的难度 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而中国的尖式 能否出色发挥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巅峰之战 中国军队 敖战航空飞标 计时 第四集 这是航空飞标 监际机组的第二阶段比赛 这个架次 参赛的飞行员 将先后完成 目视侦察 编队特技飞行 俄罗斯的苏35战机 顺心起飞 伍伯和蔡同军 分别驾驶 尖式战机 也划上了跑道 跟平时区列一样啊 调整好 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坚持 请飞 准备 按照比赛要求 目视侦察科目 飞行员要在200至800米的高度区间 寻找35平方公里内的三个目标 三个目标中 至少会有一个黑色目标 这个科目规定的时间是8分钟 目标的位置呢 是随机设置的 我们都不知道 黑色的目标呢 经常会放置在树虫的阴影里边 树木把它遮挡住 飞行员更不利于寻找 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每漏掉一个目标呢 我们都会被扣掉相应的分数 进入侦察区域后 吴伯感觉不对劲 如果把飞行高度下降至200米 这是规则允许的最低高度 在这个高度呢 虽然可以看得非常仔细 但是搜索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呢 我和蔡中军在实行木石侦察时 会把高度分开 同时来寻找 在低空木石侦察时 我就在想 我们这个组会不会同时遇到 两个黑颜色的目标 没有什么提倡风标 放一眼里早 有可能剩下的都是两个黑色的 200 吴伯把侦察的重点都放在第一个头 发现右下有一个 我飞过来 你来照须 好 那看见了 明白 在一个又遮挡的地方 吴伯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目标 辽级飞行员蔡松军 在高空中 也在为吴伯提供着信息 东北方向 那边数量里好像有东西 我去查证一下 第一个队 好的明白 按照蔡松军的指引 吴伯看到了目标 他竟然也是黑色 虽然目标是随机设置的 但是通常呢 每组都会有一个黑颜色的目标 我们居然遇到了两个 好在我们都找到了 我觉得我和蔡松军 把高度分开的这种办法 非常的好 侦察的范围 和精细的程度 都兼顾到了 仅仅用了四分多钟 吴伯和蔡松军就找齐了 三个目标 比规定的时间短了一半 他们随即飞向了 编队特技的比赛区域 按照规则 双击要在四分三十秒之内 完成八个特技动作 进入特技我们第一个是盘旋 第二个是加力盘旋 也就是说是在大速度加速转弯的情况下 过车很大 我们两个人在承受过车的同时呢 辽机还要非常好的保持好队形的精准程度 这样做是非常难的 进入加力盘旋 吴伯他们在身体承受五倍体重过载的情况下 精确操控战机 比赛要求 双击必须保持在五到七个机身的间距是满分 超出这个范围将要扣分 为了严格保持双击监狱 吴伯一面要控制自己的速度和盘旋角度 还要随时观察辽机的位置 这就好好保持住 菜中鱼人的距离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但是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怕自己出现任何的失误 我是掌机 我动作做错了 动作数据飞不准 辽机编队就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架势战机 吴伯和蔡松军位置始终保持在五到七个机身之间 双击不断的上升盘旋筋斗 很快 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俯冲动作 吴伯和蔡松军稳稳地操纵着战机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编队特技动作 要打结束动作 甚至研判 吴伯和蔡松军在墓室侦查和编队特技飞行的项目中 最终得到了满分 这个成终得超越了俄罗斯的苏35战绩 第二阶段的墓室侦查 他们少发现了一个目标 然后特技动作 他们扣了有十多份 随着一枚枚火箭弹被装上飞机 使弹对地攻击的比赛项目即将开始 这也是尖击机组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 最后一个刻目就是我们实弹攻击 要求每架飞机用四枚火箭弹 利用俯冲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 对地面目标进行摧毁 我们的目标是一架飞机 地面上的飞机板都是按照1比1的尺寸设置的 但是从空中看去仍然很显 平原区创造高度速度 俯冲角各个方面的条件首先要创造好 然后就是在俯冲的空中 因为它这个射程有要求 所以说开火的时机很短 就只有就是非常短的一瞬间 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 大家就是还是正常的想把这个比赛尽量的去完成好 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从飞行员心态上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有特别紧张 也没有特别放松 蔡总军瞄准目标开始俯通 目标逐渐进入射程 看准时机 四枚火箭弹瞬间发射 通过我观察 蔡总军打的火箭弹的轨迹 打的还是非常准的 我认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 我一定能和他打的差不多 最后掌机飞行员五伯也顺利完成了实弹射击 我认为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 打的怎么样啊 现在也不清楚 可以还等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正常发挥吧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航空飞标2017 尖机机组的飞行员 吴博 蔡总军和侯伟涛 最终在四个型号八架参载战机中 取得了总成绩第二名的战机 特别遗憾的是 在第三阶段对地攻击的比赛中 他们没能得到满分 而俄罗斯苏35战机发挥偷色 并最终实现反超 获得了总成绩的第一名 通过中俄双方优秀飞行员的同台竞技 我们收获很多 通过这次比赛 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增长了信心 我们的战斗机 我们的飞行员 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经历拼搏 接受挑战 吴博他们将继续向更高的目标 勇敢 飞行 这是预体指挥事关己训 所有人都面临着高强度的训练和残酷的淘汰 在入队摸底考核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三班的战士为了提高成绩 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每名战士都要轮流当一次班长 在当四班班长的一周时间里 他拥有什么样的表现 举事记事近期播出 事关选拔及训练艺势